國人十大使音來看 十大有 奇象跟慢性發炎有關 你一聽到說是惡性的時候 我跟你講真的 你知道那個會真的從背 涼到頭皮 癌症啊 也其實就是嚴重慢性發炎的結果 來 觀眾朋友 你中了幾個呢 醫生 這邊 趕快幫我們解答一下 歡迎收看Today見面聊 聊出健康好生活 我是齊慧 你有沒有覺得常常 這裡酸 那裡痛 或是常常覺得 欸 明明我已經有休息了 為什麼還是這麼累 當有這些警訊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了 代表你的身體可能正在 慢性發炎 所以今天邀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跟我們分享 他們在慢性發炎上的心路歷程 第一位是我的好朋友的阿龐 齊慧好 大家好 醫生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呢是我們的出日診所的 衛醫師行醫師 衛醫師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醫師 你好 醫師 請問一下什麼叫做慢性發炎 那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是發炎或慢性呢 其實我們很多人聽到發炎 大概都會聯想到什麼 紅熱腫痛 對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最典型的一個發炎反應 像是遇到蚊子咬啊 遇到一些受傷的情形 另外的話就是一些感染啊 其實我們身體都會啟動這個 急性發炎的反應 對 然後想要辦法去幫我們組織修復 不過這時間通常不會太久啦 大概是幾天這樣子 另外啊 還有一種叫做慢性發炎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啊 它的來源 主要是因為比如說我感染 身體沒有辦法很順利的把它清除掉 對 代謝掉 對 那或者說我長期接觸一些環境裡面的有毒物質啊 對 那另外就是甚至肥胖 其實都會帶來我們一個慢性發炎的問題 它會讓這個免疫系統持續的去活化 對 那久了之後 其實很容易就造成什麼 像心血管疾病啊 這類的慢性的疾病就會產生了 那如果在我們的身體呢 長期處在慢性發炎的狀況當中 會對健康有什麼影響 這個影響可多了 我們先從我們的 國人十大死因來看 蛤 直接是 沒有啦 其實還不至於到全部啦 真的嗎 不過其實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因為它也接近全部了 我們裡面大概就只有什麼 新冠肺炎這一個 肺炎這一個 跟事故傷害這一個沒有關係 意外 大概就這三個沒有關係 剩下的那七個呢 其實都跟慢性發炎有關 哇 十大有 奇想跟慢性發炎有關 對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必須 非常重視的問題啦 那它其實其中的基轉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表 它其實是我們Nature的紙棋刊啊 幫我們整理出來一個 慢性發炎的成因跟它的結果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這個比較 小一點的齒輪啊 其實它就有很多 造成慢性發炎的因素 對 好像是肥胖啊 我們的腸道菌的失痕啊 或者說長期處於壓力的狀況啊 睡不好 這些狀況 它會去推動這個齒輪 然後隨著這時間拉長 慢性發炎產生了 那慢性發炎呢 它又造成什麼問題呢 像是我們的免疫系統的問題 老化的問題 神經退化的問題 那最重要 癌症 也會因此而來 小齒輪帶動就變成大齒輪 沒錯 感覺就是越來越嚴重 我們講到肥胖的時候 龐哥就想摸了一下他的肚子 對 那肥胖也算是慢性發炎嗎 確實喔 假如說我們把慢性發炎 描述成說 我身體在著火那種狀態的話 其實我們肥胖裡面的這脂肪細胞啊 它就是我們身體裡面 慣性重火犯 蛤 專門負責放火的 而且是慣性 就表示說它是累犯 而且會一直放暗的感覺 沒錯 因為這個脂肪細胞啊 它本身就會分泌很多 觸發炎的因子 對 像是我們TNFα Interleukin-6 當它一直分泌這些東西的時候啊 其實我們身體就會長時間的 處於一個慢性發炎的狀態啦 對 那更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它會讓我們肥胖的主因 就是胰島素主抗這件事情 更惡化 所以兩件事湊起來 它就只會越來越嚴重 跳脫不出那個惡性循環 對 那其實我們身體長期屬於在這種發炎的狀態 是不是更會引起癌細胞的增生或者是發生呢 對 我們的慢性發炎啊 它其實會帶來我們體內的活性養增多 那這個事情啊 就會讓我們基因突變的更有機會 就是說我們在細胞增長的時候 它就容易癌化 感覺聽活性養增多是一個好的事情 那為什麼它會引發癌症的變化 過多的那種氧化的壓力啊 其實就會造成我們細胞的受壓 那這個時候呢 它其實在分裂的過程中就容易出錯 那除此之外 其實像這種慢性發炎啊 它也會讓 因為我們這組織就處於一個 反復的一個增生 一個修復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每次的複製 你就多了一個癌化的機會 對 所以這個慢性發炎 其實是癌症的一個重大的促成因子 所以重點是說 好的細胞基因它是會複製的 對 但是不好的它也會複製 對 因為講到癌症我就 你應該很有感對不對 而且聽說你之前 有長達八個多月 你是沒有睡覺喔 沒有休息 不是沒有睡覺 是睡眠時間不夠 因為大家知道我之前拍一個 新編日記一個俊教片 對 八點檔對 那就反應不錯 所以那時候就接了很多工作 每天的行程是這樣 就是我每天早上要坐第一班高鐵 六點半 然後要到台中 我要去成功領拍 三點左右他們就要放我 讓我離開 對 那我要去坐高鐵 然後五點以前 我要到台北 那我要進台市 然後跟黃佳謙 佳謙姐 對 然後拍另外一部八點檔連續劇 哇天啊 然後都是安檔的喔 那他們大概在晚上十二點鐘 要再放我 我要再去民視 然後拍另外一部八點檔連續劇 哇天啊 然後早上六點半嘛 對 他又要放我去坐第一班到 成功領 成功領 所以我幾乎的睡眠時間 就是在高鐵上那個一個多小時 就是沒有一個長期的時間 是躺著好好的睡覺 那這段時間長達八個月左右 那我自己老實說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那時候很年輕嘛 又成壯 覺得說怎麼可能會這麼快生病 或是怎麼樣 頂多就是可能感冒啊 會發現說真的只要一變天 對 或是說劇組裡面有別人感冒 你就會中標 你就會中標 很容易 很容易 而且可能別人是 他可能咳嗽兩三天 然後開始喉嚨痛 完才發燒 可是我可能一接觸到 第二天或是當天晚上 我就是直接發燒了 然後就是很嚴重 那我記得 有一次就是拍戲 也是突然就發燒 然後沒辦法降 拍戲拍到一半就去打電梯 然後打完回來再繼續拍 所以我那時候我覺得 我的問題就是睡眠 然後造成眠系統 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龐哥我跟你說 既然你剛剛講到 你有這些的就是問題 我直接幫你做一個測驗 好 我剛剛直接快速列印了 你是想看我 有中了幾個是不是 對 因為你剛剛講的 我發現你一講 我就覺得哇 好像 你當時 你當時都有耶 LINE的這個很棒很貼心 是呢幫我們做了一個統整 做了一個呢 大家有沒有正在慢性發言 的這個測驗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來聽看看 對來聽聽看 然後龐哥呢 我相信你現在應該 不會太多 但如果你以前應該是 每一個都中標 好那我來講說 我以前有 好 然後我就舉 右手 現在有的舉左手 好沒問題 好來囉 好各位觀眾呢 可以跟著我們這個 下方的那個 會有個連結 檢視一下自己的發言程度 好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你覺得自己的身體 現在有在發言嗎 有或沒有 有 有 這是以前的 現在的 兩隻手 現在好 那你要自己計分喔 觀眾朋友 我們如果是有的話 就是可以計一分 OK 好再來第二題呢 常常覺得累 莫名其妙的沒精神 好龐哥又舉手了 OK 好第三個呢 很容易覺得拉肚子 或者是便祕 中了嗎 我以前講三樣 現在已經三分了 好來第四個呢 就是 骨頭或者是肌肉呢 容易覺得 這邊酸 那裡痛 有沒有 這邊 好 好龐哥 龐哥加油 再來喔 加油 我 我加太多油了 我 好那個 我現在第五題了嘛 第五題你幫我把你的左手 打開 為什麼你還沒有說呢 動不動就感冒 對謝謝 好再來呢 第六個 習慣性的偏頭痛 喔這個我就 就不會 好很棒很棒 你超棒的 再來第七題呢 皮膚動不動呢 就紅腫遭陽 天啊 好第八題喔 有體重的困擾 舉起來吧 喔 我當時沒有 當時沒有 現在有 因為有影響到 好再來呢第九題呢 不明原因的水腫 我那時候應該比較看不出來 對 那現在 目前沒有 好 最後一題囉 各種過敏 如蕁麻疹啦 這些或過敏 有 好 來觀眾朋友 你中了幾個呢 醫生 這邊 趕快幫我們 解答一下 我們這邊有分析 首先 我們一般來說 剛剛那個測驗 如果超過三分 那我們可能 真的就要開始懷疑 我們有慢性發炎的狀況了 我還沒有超過 現在沒超過 對 現在沒超過 以前我有七分 七分 現在維持得還不錯這樣子 對啊 很棒 如果超過五分 那可能真的是很明確的 有慢性發炎 至於七分的話 就是要去醫院檢查一下 對 要去醫院檢查一下 身體檢查 對 醜血驗 很認真的去處理了 對 像我們剛剛提到這裡的症狀 大家會覺得 這我平常都遇得到嗎 對 對啊 因為主要是 慢性發炎影響的是我們全身 所以它什麼症狀 其實都可以表現出來 對 所以 我其實幫大家整理 我們大概有六個症狀 其實是大家最普遍會遇到的 第一個就是 我非常容易的疲累 對 那這個疲累啊 跟一般的疲累 其實不太一樣 它不是那種說 我今天 工作比較忙 我回去稍微休息一下 就可以解決了 它是那種 無止境的疲累 就是你怎麼樣都會覺得 我提不起境啊 然後做事情沒有那個動力啊 像這種疲累的話 其實跟慢性發炎就很有關係 整個人就省省 然後第二個 是不是容易感冒啊 沒錯 對 容易感冒這件事情也很常發生 真的 因為我們其實是 免疫系統出狀況嘛 所以 其實慢性發炎 就會讓我們的 自然殺有細胞 體細胞 它活性都會降低 對 所以我們免疫力差的時候 其實感冒啊 生病啊 這種事情就會變成說 加常便飯 對 加常便飯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感冒發燒 就是說你已經感覺到是 欸我發燒了 對 對不對 那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我之前就是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常常會處於 晚上睡覺的時候 覺得身體 然後我有去量的時候 但是大概在37.5 對 左右在跑 但是 我就會覺得身體是 熱熱的 然後 但我沒有感覺說 是我是發燒了 還是說我現在是 很不舒服 然後後來 醫生也跟我講說 其實那也是發燒 只是 它是比較沒有那麼 燒得那麼高 但它就是低燒 對 我那時候常常會 有這樣子的情形 因為我們體溫啊 常常是一個 發炎反應的一個表現 它可能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你還沒有到發燒的標準 但是其實它常常告訴我們 其實身體已經有一點狀況 對 再來呢是不是就是 腸胃不適 對 腸胃不適其實也很常發生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我們都覺得免疫系統啊 它應該是在我們血液裡面 可是它其實 7成的免疫系統 是在我們的腸胃 所以當免疫系統 錯亂的時候 腸胃就很常有症狀表現了 拉肚子 拉肚子便秘 好 胃痛啊 我也是要逆流 這些其實可能都跟我們慢性肺炎有關 如果 只有一樣就是說 我常常便秘 那也算是發炎嗎 不一定 但是必須要小心 必須要小心 所以如果兩個有就可以 可以大部分 六成確定是發炎 但是還是要以長期去觀察的身體為主 真的要注意 然後包括例如說我們的身體啊 會哪邊痛或是哪邊痠 也算是對不對 那個也是 因為其實 像這種痠痛啊 慢性肺炎如果說會照你的痠痛 他不是說我去運動玩啊 像阿芳哥很喜歡運動 對對對 運動玩那種會覺得痠痛 然後可能休息一下就好 不是喔 但是你沒有運動 我每天就是 其實對自己很好啊 每天都不太動那種 就還是莫名的痠痛 甚至有時候會頭痛啊 然後專注力不好啊 其實這種狀況很常識慢性肺炎的表現 我那個時候是會覺得 其實也沒有說 劇烈運動玩那種身體的痠痛 但是 你可能自己看電視啊 或是坐著的時候 有時候 你會覺得 我們這裡 酸酸的 微微的酸酸 你們怎麼這裡也酸酸的 對 或是你根本有時候什麼都不做 但就是就覺得好像 哪邊就覺得 欸 是不是有人在碰我 或是 是不是有人在捏我這種感覺 對 好恐怖喔 真的 或是有時候我皮膚啊 會有過敏 或是我們的呼吸道過敏 也算是發炎的症狀 這個蠻嚴重的 嗯 因為我之前就講 我有時候拍戲完 去掉點滴那一次 然後 我很意外 非常意外 就是我從小沒有氣喘 從來沒有過 最後他給我開藥的時候 竟然有一罐 氣喘藥 我非常驚訝耶 為什麼什麼時候會 突然有需要這樣子的藥 對 有的時候 你抓就 整片 然後會有凸起來 那種紅紅的 整片的 有的時候會 也會莫名的 奇怪怎麼是撞到哪裡 什麼 這一塊我承認 這邊一塊我承認 對 其實慢性發炎 它主要就是 讓免疫系統搓亂 那我們皮膚啊 和呼吸道 其實它本身就是 接觸外來抗原的 第一道屏障 所以 當我們免疫系統搓亂的時候 它一接觸到抗原 它就會過度的反應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人 它慢性發炎 它其實表現是什麼 鼻炎啊 對 然後氣喘 然後不然就尋麻疹 或異味性皮膚炎 另外一個就是 是不是情緒低落也會 因為情緒低落 怎麼會跟發炎一起 情緒發炎嗎 不是應該就是 對啊 情緒性發炎 我生氣 主要是因為 有在發炎的時候 其實我們 大腦沒有辦法 很好的去處理 我們的情緒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遇到一些小事情 就覺得很沮喪 然後或者說 明明平常啊 遇到一些事情 我都能很好應對 就突然就沒有辦法去 把那個情緒控制好 去應對它 對 那所以其實這都是 大腦發炎的一個狀況 然後像龐哥之前 就是拼命三郎嘛 整個生活做起打亂 然後你的身體 是不是整個大出狀況 因為我也不好意思打擾你 所以我是從 那個新聞上面 看到的 那我其實 算發現的早 但是契機是 我的後脖子 這個地方 然後我也是洗澡的時候 就摸摸摸 怎麼長了一個東西 但我摸起來感覺 像大拇指 這個指尖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說 以前 我們老一輩父母講說 那個痘痘 人家說 半條啊 還是釘啊 就是還沒有長出來 然後再埋在裡面 對 可能過幾天 它的農包 就跑出來 把它擠出來 或是插壓就會消 我就等它消 結果等了半年多 它還是在那邊 有一件事情就是 讓你不以為意的原因是 它不痛不癢 暗了也沒有任何感覺 你就是只是 有個凸起來的東西在這邊 對 但是你壓暗 就硬硬的 然後沒有什麼感覺 不會痛 然後結果 其實就很像人家講的 就是 不怕你去做健康檢查 就是怕你做完之後承受不了 對 有些人不敢去醫院是這樣 我現在也是這樣 那我們在等開刀的這段時間 發現出來就是說 欸 惡性 那是幾期啊 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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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不用化療 可是 你一聽到說是惡性的時候 我跟你講 真的 你知道那個會真的從背 癢到頭皮 我完全懂 然後 真的說不出話 你會覺得 惡性 然後就是腫瘤 那就是講癌症 癌症 其實就是嚴重慢性發炎的結果 在阿黃哥之前 其實就很多小的狀況 對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其實身體都是告訴我們一些警訊 不過剛好其實還發現得早 現在狀況都維持得不錯 那要怎麼樣降低 身體的慢性發炎 例如說從運動 從飲食 從食物的挑選 應該都滿重要的吧 第一個 肥胖就是慢性發炎 因為脂肪組織 就像專稿破壞的 慣性縱火犯 在我們的身體到處放火 不只如此 發炎還會和 胰島素組抗增加有關係 進一步導致 脂肪組織不斷堆積 讓我們掉入 一直發胖 不斷發炎的惡性循環 想知道你有沒有 胰島素組抗 快來處理診所找我聊聊 那要怎麼樣降低 身體的慢性發炎 第一個 就是最重要就是飲食了 飲食很重要 對因為其實 我們要面對很多慢性疾病 其實飲食都會是一個最大的重點 那這其中 大概有五種食物 是我們要避開的 然後有五種食物 是我們可以多吃的 對所以我們把它稱作 五步五藥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先從 什麼不應該吃開始 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高糖食物 對 像是我們什麼 蛋糕啊 餅乾啊 汽水這些 精緻糖啊 它其實它會讓我們代謝出狀況 沒錯 所以我們會長脂肪 那剛剛提到脂肪會 分泌很多觸發炎因子 除此之外這些高糖食物 其實也會影響我們腸道的通透性 對 所以其實很多代謝疾病 甚至發炎性的腸病 其實都會因此而發生 第一個不要精緻的糖 第二個不要 就是我們的超加工食品 大部分我們大概只知道 加工食品 不過他們其實是有嚴格定義的 那所謂超加工食品 我們大概抓一個原則 假如說我看到這個食物 長得不像老天爺給它原本的樣貌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看它那個成分表 它有超過三項 是我看不懂的添加物的時候 那我們大概就知道這個是超加工食物 就不要吃 對 變形了 對變形的 那像這類的食物 它其實裡面反式脂肪比較多 對 然後營養素其實也比較單一 那另外就是它不會有什麼纖維 通常都去掉 因為那個影響口感 第三個 就是我們加工肉品 所以超加工跟加工肉品 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它如果說嚴格定義來說的話 我們加工肉品的話 它其實比較像是 它沒有那麼精緻複雜 沒有像到我們的工廠 去完全改變它的樣態的 像是香腸 例如說是培根 就我剛剛說的香腸 對 培根 我覺得培根還蠻接近原型的 像那個我們去韓國吃那個 午餐肉 我知道那午餐肉 我去夏威夷吃那個 那個算超加工嗎 那算加工 加工喔 那算加工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 有一個會讓 那個叫什麼 專有名詞 雅硝酸 對 雅硝酸 這個東西 會對身體造成非常嚴重的負擔 對 所以這也是很典型的 一個觸發炎的食物 對 加工 其實我覺得 我也是在推崇大家 就是要吃到原型食物 是最好的 然後第四個 哇 我很愛的耶 第四個我也很愛的 對 我想說你怎麼可能 我相信醫師 從剛剛第一個到 現在第四個要準備講的 你應該都有吃吧 你怎麼可能都不吃 對啊 好 我還是有吃 對啊 不可能都不吃 那第四個就是油炸 對 油炸油 會影響我們腸道的屏障 所以我們腸胃道 其實很多 都不應該進到我們體內的那些抗原 他其實就會穿過這屏障進到體內 那慢性發炎就這麼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吃 但是我們必須要拿捏好那個距離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一定會喝 沒有 我真的沒有喝 喝酒 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會 例如說下班的時候 小酌一點點 小酌可以 但如果是真的是 每天喝大量 其實就不建議對不對 對 沒錯 其實酒啊 它其實會讓我們有一個東西叫 我們的脂多糖 它其實是我們腸道菌 產生的一些代謝物 它會讓這個東西也會 比較容易穿透到我們體內 然後也會造成發炎 對 所以愛喝酒的朋友 也就是要好好小心 所以剛剛是五部 不要吃的東西 那我們來先分享呢 五個好的你可以多多吃 適量吃 常常吃的好食物 第一個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好 綠葉蔬菜 對 魚翼橄欄 對 就是我一直在推崇 魚翼橄欄 松菜 各種綠葉蔬菜 必須要每天吃 十字花科最棒 對 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是好蔬菜 對 綠葉蔬菜 因為這一類蔬菜 它們其實含有很多 抗氧化的物質 對 我們維生素E 維生素C 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們去 調節那個發炎的狀況 對 就可以減換發炎的症狀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深海的魚對不對 對 我們的深海的魚類 主要我們要攝取的營養素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 Omega-3的不飽和脂肪酸 那像這一類的油啊 其實反而可以幫助我們 調控發炎的狀況 去減少我們的發炎反應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 會去買魚油來吃 對對對 其實就是為了 處理它發炎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平常可能 沒有辦法接觸到 太多的深海魚種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買魚油 直接來每天做一個 一個補充 對 沒錯 然後包括洋蔥 莓果類的這一些 都是很不錯的 然後包括豆類 豆類是不是也可以常吃 豆類 豆類是好的東西喔 它其實 它裡面含有很多的益生源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我們 嘗到好菌的一個養分來源 所以當你嘗到養好好菌 其實我們那些發炎的狀況 也會改善 OK 那另外的話 其實像我們一些辛香料 是 我們的薑黃 薑黃很重要 胡椒啊 生薑 大蒜 其實它裡面都有很多 可以幫助我們抗發炎的物質 真的 我認為啦 大概飲食以外 大概兩個事情 睡眠和我們的運動 運動 大概是最重要的事情 睡眠啊 其實是讓我們身體 有好好的時間來修復 所以當我們睡眠不足的時候 其實身體沒有辦法修復 那那個發炎自然是持續的啦 像我們大腦如果處於發炎狀態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你情緒可能就不好 甚至憂鬱可能也會跟著來 對 如果我們睡不好 其實我們體內的那個 氧化壓力也會增加 對 不只是發炎 你細胞的變異也會容易產生 對所以其實我們一般建議啊 我們成人來說 我們像美國CDC他就建議 我們每天的躺床時間 是 是7到9個小時 雖然有些人說 我睡眠睡得很好啊 我一定只要5個小時就夠了 沒有 對其實你身體 沒有真的完全修復啦 對對對 我覺得時間拉這麼長 原因是因為呢 可能有些人你躺在床上 不一定馬上就睡得著 所以你可以把整個睡眠的時間 往後拉長 然後至少讓身體說 我要準備睡覺 讓你自己躺到床上 就開啟那個很自然的 想要睡眠的那個狀態 然後長期這樣培養下來 我相信大家在睡眠上面 應該都會越來越好 對然後再來呢 我們剛剛有講到一個運動 對運動很重要 對這個阿龐哥應該也很有心得啦 那其實運動這件事情啊 第一個 它可以減少我們脂肪形成 發炎的激素就會少嘛 那另外它其實也會讓我們血糖更穩定 所以除了吃以外就是 運動其實也是可以控制我們自己的血糖 是我們有肌肉 其實我們糖分的緩衝就會比較好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波動 對 我之前就有一個很經典的案例 她是一個70歲的女生 對那她其實啊 她主要是之前就被診斷一個大腸癌 然後第四期 大概預期她的壽命大概就只剩下半年了 那不過她基本上她也沒有說灰心上志 她其實就很積極的去做化療啊 然後也改變她的生活型態 所以她基本上那幾個原則都把握得很好 第一個就飲食 對那她基本上什麼點心啊 什麼飲料那些都不再碰了 那主食的飯麵其實 份量也開始去做拿捏 對那另外就是蔬果她攝取很多 那時候她還有另外去買薑黃來補充這樣子 對 那另外她作息其實也慢慢調整 就變成說我早睡早起 然後每天出門去買一些菜啊 然後做運動 然後也讓自己日曬時間拉長 日曬時間 對日曬時間那個其實也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其實她心態一直很正向 所以她不會有那種抑制消沉的那種狀態 對 而且到現在啊其實已經五年過去了 好棒 追蹤都還滿好的 而且生活品質都還維持得很好 對那所以其實這種就是很經典的 透過一個抗發炎的方式 來去處理自己健康問題的案例 對而且是從我們的生活習慣 重新調整這樣子 其實是有機會的 對那例如說假設我們的身體啊 已經處於慢性發炎的狀態了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我們有沒有好轉了 對 師傅進入康復的狀態了 還是更惡化 對要怎麼樣檢查 其實我們剛剛那十個問題啦 假如說我們有這些症狀 我們當然就會擔心嘛 其實就從這些症狀有沒有改善來看 對如果說 升聚法可以用了 對如果說 我的生活慢慢調整了 症狀慢慢改善 那就代表我走在對的方向上了 那有沒有時間點 例如說給自己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這樣子測驗自己 可能要因為這是慢性發炎 所以我們可能還是要 一兩個月來慢慢看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抽選一些發炎的指標 來去做檢查這樣子 對 那龐哥之前就是你就是有 就是離那個癌嘛 在你那個淋巴癌的那個康復後 你有沒有對你自己的生活 或是整個的飲食上面有做一些調整 其實大家有發現說奇怪 為什麼有一陣子突然就消失銀光幕 也沒拍戲 然後也沒工作 就人整個就不見這樣子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我原來是得了淋巴癌這樣子 我有發現說我很大壓力來源來自於工作 因為有的時候 我相信所有每個聽眾 或是每個觀眾 他們都是一樣 就是我們在工作上都很想求好心切 希望自己的表現是能夠很好的 所以自然會給自己壓力 所以我就讓自己好好的放個假 然後再來就是說 大家其實去想說 我們現在其實每天 雖然物質生活一直有提升 可是你有沒有 是不是很久沒有像小時候 那麼單純的時候的開心過 那怎樣是讓你覺得最開心 所以我會覺得說做簡單的事情 然後去一個人開車去海邊走走 去爬爬山 跟最想見面的人坐下來吃一頓飯 好好聊聊 然後那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睡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吃 那我的吃有兩個階段 我第一個階段是放開來吃 就因為其實當藝人以前 大家老實說 沒有人每天都吃得飽飽的 每個人都在身材管理 所以我覺得就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放開來吃去做 很久沒有好好吃一頓 或吃高油脂的也 我覺得也無所謂 就讓你心情覺得是愉快的 然後慢慢慢慢 當你想做事情都做了之後 然後把自己做 開始做一個固定穩定的養成習慣 接下來要告訴自己夠了 要恢復正常 要注意自己的吃 然後澱粉是不是吃太多 水果是不是過量 因為太多的水果太甜 對 然後開始去調整 是不是很久沒運動了 然後等等 那我覺得 後面我就是希望說 能夠工作上 不要給自己那麼多壓力 因為我覺得 能夠順其自然是最好的 但我們還是會給自己壓力 但是要找時間去卸壓 所以我覺得運動非常重要 因為運動不只是可以調做身材 我覺得對卸壓也很有幫助 沒錯 很有幫助 很棒 我覺得看到龐哥現在身體 越來越健康 也是我們一直大家努力追求自我的 對 今天透過我們的節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開始 注意自己的生活 注意飲食 然後注意運動 注意作息 那有沒有更加了解 什麼叫做慢性發炎呢 當然大家知道我們節目最後呢 會由我們的營養師為大家帶來一道 抗發炎的料理 也非常再次謝謝我們的威醫師 以及我們的龐哥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大家有沒有想要知道呢 更多的這個知識或問題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我們見面聊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抗發炎食譜是 紙包食蔬鮭魚 首先我們用米酒和鹽 把鮭魚醃製10分鐘左右 鮭魚富含Omega-3不飽和脂肪酸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魚油 魚油不僅是很強的抗發炎營養素 還有助於降低三酸甘油脂 我們準備一張烘焙紙 在底部放上洋蔥、甜椒以及蘆筍 那甜椒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具有很強的抗發炎作用 另外洋蔥裡面有抗發炎 抗氧化物極強的狐皮素 蘆筍裡面有維生素A、C、礦物質甲以及C 那被稱為蔬菜界的抗癌之王 這些食材都鋪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醃製好的鮭魚放在最上面 那上面再鋪上一些香吉士以及蒜末 灑上黑胡椒 把烘焙紙包好 我們就可以放進電鍋裡面蒸熟囉 你是不是常常這裡痠那裡痛 怎麼睡都還是覺得好累 只要目前在流行什麼病毒 你也一定會跟上流行一起種感冒 其實你的身體搞不好已經在慢性發炎囉 別擔心 只要透過CRP和同伴光暗酸的檢測 我們就可以知道現在的發炎狀況到底是如何 點擊右上方的專屬連結 加入初日醫學官方的LINE 就能獲得抗發炎的懶人包 還有營養師嚴選的頂級魚油優惠 不要錯過喔